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教当然是讲到心境之中的根本维系处 它能够在什么 在根本大觉体上引出一切 所以它是站在定光如来 站在如来的智慧德相之中引出一切的 你只要知道是在智慧根本德相中引出一切的 那这引出一切就不剁众生相 过去明明就是根本大觉心体流出的 你却忘记了它的根本的本体引出相 所以你才会剁在众生相 将来从众生回来的时候 你还不敢担当觉体能够引出 就好像道价此行回入娑婆 那也就不叫大觉 那定光如来都是帮一切一切行者 授记作佛的人 授记作佛所谓的人就讲错了 就是授记作佛的心中的智种 智慧种子 他那种多多苦难 你都回来了 再也不去流浪 这种非常 这个叫做非常卑劣的 这种只是一种卑劣卑微的这种感觉 他一定有那个像 但不是站在那边说的 他是站在必进法中说的 他叫做引出 所以他叫智慧 什么叫智慧 大觉心体 刚刚讲的崛起之中的种种作用 寿命无量 现在也要告诉你 他就是无量寿 也要告诉你 积乐国土 居住这样的无量寿 那当然就直下要一个行者 担当根本决体的 能够现前的应用 你过去不知道大觉的应用 所以躲在众生的感受之中 所以才寿命短促 但你要是站在决体看一切 那当然寿命无量 你好像你站在静色上 那静色都是随缘寿命短促 你站在静体上看寿命 也是不理静色 但他会看到青黄赤白 这么样的多的短促寿命 这么样不断的生生灭灭里面 他体会是 他能够现无尽生灭的 不可量的寿命 这是无量寿 他能看到无尽生灭 生生灭灭 不可量的寿命 这叫引出自洁 那叫做杜托 对吧 那说你这样子讲 对现在行者有什么帮助 当然有帮助嘛 你现在要是真正懂得 在每一个起心动力里面 你要去观察觉体 虽然知道要找到这个无量光 要知道要归家 你也不能站在烦恼上面 说什么是绝 去体会什么是绝 所以你就算抓着烦恼 体会是绝 这个人已经要有什么 已经要思维 要归家的向 可是毕竟还抓着 现前的烦恼不舍故 所以重重作障 处处作障 因为烦恼的势力太强 作障 那将来 那这样的根气的人 可能就是他有这个好心 有没有 有 但他什么时候成就 就是三大二生期间 他慢慢慢慢 就是在一切作用之中 圆满以后 了解以后 三大二生期间 那你说 那我们明明就是眼前的烦恼 我就是凡夫 我怎么样说 在眼前的烦恼 我怎么样说 不站在眼前烦恼去探觉 这里面这个心态 不是说你要离开烦恼 所以不是众生 之间 这里面一个维系的心态 就好像我讲到阿烂是佛 就好像讲到法藏一样 你念念之间在绝体上 你看到这个烦恼的时候 知道是绝 虽然这一念 是不离这个烦恼的 但他所有的心中的 心中在现前的作用上面 他在根本的赤诚比重上 他是重在绝的 他或是重在前面那一年 可是站在过去凡夫 如果一些凡夫行者上 在烦恼上掺绝的时候 他永远是比重 是放在现在的感受上 再说一个绝的 你放在现在的感受上 再说一个绝 那个绝跟感受一定是二 就好像你在镜色前面要找镜子 你一直抓着镜色找镜子 那永远感觉到 就算你觉得好像有镜子 那个镜子永远好像说是 就在你前面一步 你永远抓不到他 因为那是二 你要在镜色上面担当 他就是镜子 我虽然没有离开这个下 那我担当完全 比重是放在镜体上 我根本就不是二 就是看到就是绝体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一定叫自解 这就是补处佛 补处佛就是弥勒菩萨讲的 不断烦恼 烦恼自断 这才叫真度托 你还在烦恼上面去参 他在什么样的 用小圣法参打的 什么苦极灭道 参打的元几项 你将来能不能成就 有这一念心有 但是现在的智慧不大 作用不大 他必须慢慢这样积聚 这样你直接担当绝体 他为什么是苦 你在绝体中来看 他为什么是苦 因为过去 居然在一切法中 不知道是绝果 因为不知道是绝 所以一切法中都成妄知 所以妄知为苦 你是站在绝体看他的 你站在绝体看他 那一切法中的苦极灭道 一样参 但是另一点不同 所以《华严经》有没有讲苦极灭道 有啊 四圣地 所以古德在分大圣四圣地 一样一样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发心不同呢 为众生业力的关系 是纵然他有心要修行 可是念念之间什么 还在被现前的业力所束缚 他永远超不出这种之间 所以他只好一步一步 慢慢慢慢地离开这个之间 但是只要他有一个像 就是他想要解脱 他想要证得自己本来面目 只要有这个像 这个像中虽然你现在的角度 还拿着抓得不是很正确 但是这一个方向不离 就是我讲的 你只要这个方向不离 那方便说他见词之中 一定还会到家 所以叫做什么 那叫践行人嘛 那叫践行人 那践行人什么时候到家 就突然有一天他会发现 原来你是要站在心体上看 那时候心性圆明了 夜感的势力微弱了 你要站在心体看一切 还是在参与苦境灭道 可是过去角度不一样了 就是从剑慢慢慢慢上来了 叫上根了 那么从剑入到上根 就是顿嘛 就是顿行人了 但如果是剑 他直下在心中担当 就叫做顿 直下在大绝体上担当 那叫做杜托 无量众生 所以我要这样讲的意思 你不但知道一切众生 能够得以什么 能够得以救济 你当时你要完全要相信 就之所以 尤其是在这个净土经上 在无量寿经讲 之所以能救济众生 是因为什么 是根本证本来 你要证你的本源 就像中医一样 先顾本 本力到身 顾本那一切并好之 所以无量寿经是要你顾本的 所以才叫做归家 你还抓得过去 那委屈像说 那个就怎么能够得了西方 所以我常说有一些人 是打的净土败坏净土 我们都是凡夫啊 我也没开悟啊 但是我们假如说 每一个人都很诚实的 在这个法中这样去研究 每一个都这样研究的话 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其他的 把这大教变成 这种败坏的言论吗 今天我们这样研究 将来你也会在这个角度上研究 大家都会这样研究 不熟是因为没有人这样研究 熟了以后慢慢大家都这样研究 就好像古兽 为什么古兽的古大德 每一个人写的 你看留下来的东西 写的多深 因为大家都是在如是性上研究的 大家那个心中的做主 那个心不美的 现在没有了 他跟你研究 就是研究 像不像基督耶稣 四红誓愿 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既然叫众生无边誓愿度 基督教度不度 回校度不度 所以我给他拿钱 给他盖基督教教堂 给他盖这个回教的教堂 这不是度他们吗 所以我笑一笑 你们根本不懂佛说的四红誓愿 你还讲这个话不丢人吗 你骗大家可以 你骗出家人怎么骗 那像同样的可以想说 那赌徒赌不赌 赌你给他钱去盖赌场 给钱叫做度 基督教回教叫做差别名 因为当这一切众生差别力 还归其本 召见根本 为什么立这种差别名 召见根本 心中的种种差别的 心中的流浪追逐 那就放下基督教 就要放下 放下这个回教 所以我不是度他现前的夜 我不是度他现前的夜象 我们是根本拔几他的本源 找到你的面目 叫做度 就像我常常讲 那个披着羊皮的人一样 你是目的让他脱下这个人皮 我不是度那个羊皮 我度什么回教基督教 你根本不知道回教基督教是虚妄 你还在度他 那么固本 那才是西方嘛 当下才知道 为什么有那么多回教基督教 一切世间宗教的名字 是因为众生多在差别夜里固 心性委屈固 知见在心中 在内心之中 知见的偏差固 所以各有各同 各有各不一样的心中的希望 各有各不同的依赖 所以世间上就有如是种种的力量深淹 有如是幻觉的力量 有如是幻觉的主宰 这叫幻主 现前了 你真的慢慢之中在心中就感到真的有个力量 你受制于世间一些不知名的力量 你当你发现我活着都受制于外在 摩西力量时 这个人已经叫做 用算命的来看 这叫做世间的业命太重了 受制啊 你觉得受制都是决心之中 妄想来的 你觉得受制那个还是大绝 所以这才叫众生无边 众生无边世间度就是 我不管你有多少差别业力 我指什么 我指还你本 无边 我为什么佛门中 在这个大绝体上 有这么样的大担当跟智慧 因为我知道一切众生业力虚妄过 所以我虽然讲的是众生无边 因为无边我已经担当一切无边 叫做虚妄 世间度就是都还其本 因为道理之道清楚故 如是理大故 所以作用大 如是理大作用大 所用的一切行为 不见得是你们想象 一定要设计多少多复杂 所以那叫纯一 这叫做众生吗 就是脱去羊皮 脱去众生皮 在六道中叫脱去众生皮 在我以前常常讲的屁语里面 是脱去那个羊皮 在众生的种种 现前的业缘里面 是脱去到现在 所有的一切念头之中 一直不断攀缘假照的一切 什么意识假皮 我叫度啊 所以我不是度 哪个伊斯兰教 哪个叫做回教 哪个叫做基督教 我度那个教干什么 你拿那个十方的血汗钱 就是要拔度众生差别业力的 你去盖起基督教的教堂 盖起回教堂 让他遗留在世间 迷惑众生 那还叫做度吗 你就叫做坏 就好像我盖个赌场在世间 你以为是帮助那些赌博的人 叫做度 不是害了一大堆人到这边赌吗 就断掉他的慧命吗 他还好意思念去排电影了 排成广 这个一天到晚放在上面讲给别人 听了四红诗愿 还大言不才 还笑别人 别人不懂 什么叫四红诗愿 你看那个表情 我现在表情 我开始获取 大家看我很卑劣 你看看 他在讲这个时候 那个多卑劣 别人都不懂四红诗愿 还释迦摩尼佛 如果是在的时候 他大概 以他的言论来讲 释迦摩尼佛要是在的话 他大概 现在会跟穆罕默德一起握手 是吧 胡扯 这就是把什么 把根本大觉心体的德相 谁真的都有德相 就叫这个德 这个德名 这叫做圣人 所以一切世界上是虚假的 你把这个德相 跟你世间妄知的 真的有一个人相 一个行职 就是握手 联合 所以才会讲到 基督耶稣到了中国 就叫释迦摩尼佛 不就他讲的 这种理论的人 他还讲净土经 心性都分不出来的 还跟你叫你 接你到心土净土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有 那么多的乱象 这种乱象的人 为什么抓那本 抓那本什么叫做 夏年居的经 这一定你就知道 最像就是 其最就是如是 我还正准备了 多贴一些同院会 王一堂杀中国老百姓的照片 贴在我的脸书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甚至就还在旁边写 那正在杀这些人时 夏年居就在跟 王一堂在办同院会 他这一手在杀人 那一手夏年居就在那边 什么立超度排位 那超度排位都是谁来 都是那些日本大作来的 同院会要 同院会就是日本的组织嘛 就是清华的汉奸组织嘛 同院会里面要十几个 十个还是十几个 日本顾问的 日本顾问就是监督你的嘛 那你还在那边讲 那个是叫做中日友好条约 那还在那里讲说 夏年居是什么 是弥陀再来 真是菩萨他就不会什么 不会做国贼 不会 不要说他是贼了 不要说他是汉奸 他不会通国使命 所以你通国使命都不可以 何况做国贼 这是菩萨界 通国使命就是他帮着外国人 帮着敌人做事 就叫通国使命 对吧 不要讲的多好听 他们那个时候同院会 近空讲他们都用四红誓愿 瞎扯吗 四红誓愿 骨子里面是什么 他的十个顾问的骨子里面 日本顾问的骨子里面的 他们的主旨是什么 就是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底下的 唯一的佛国净土 你不相信这个理念吗 你就在看那个年代的 东营佛教跟南营佛教 跟看那时候的日本佛教 如何对天皇表态 所以那些人都是跟天皇表态 估到敌方的 纵然就算他们顾问 都是当时日本的佛教的精英 那你看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他会来你这边做顾问 什么叫同院会 所以你跟他同意愿力吗 那同院会 不是跟佛教 中国佛教 跟根本佛教同意愿力 所以你跟日本军阀同意愿力 同院会 讲到定光又讲到他了 对吧 杜托无量众生 但是我不讲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有人知道 不看到那个照片 大家那种 身在骨子里面那菩萨的那种愤慨 不能起来 因为他愤慨不 你大家会说 那过去的事情 他现在败坏的是我们净土 他败坏的是什么 现在有一大堆人已经是什么 目中没有三宝了 他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出家 我的老师是李炳南 不需要三宝度我 我的徒弟是韩 这师父是韩国院长 不需要出家人度 他已经在什么 他潜意识里面 拔掉三宝的尊严了 三宝被拔 佛法就不存在了 法要人红嘛 人要专攻嘛 大家心不痛 所以就会觉得说 我这个长得很多人 没有办法听进去 但是真正知道佛法 就知道那心痛 打着净土 再败坏净土 都打成像基督教了 这叫可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